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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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人员发现 由中部位置的这两座大墓 在向南不远 就是2018年发掘的 曾侯德墓葬 相距近十一米的这两座大墓 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倒扰 但依据存留下来的器物 仍然能够显示出它们极高的规格等级 考古人员隐约感觉到 这两座大墓的发掘清理 这两座大墓的发掘清理 或许可以解开长久以来 营绕在曾国考古的部分谜体 168号墓 是一座由斜坡墓道和墓室 两部分组成的甲字形大墓 东西方向开口 总长度17.7米 墓室南部 发现有三个贯通至墓底的倒洞 此时 在墓室的东南部位置 大量边中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这是168号墓 这个墓被倒得有点严重 在我们清理倒洞的时候 清理倒洞过后 发现倒洞旁边有这个边中 发现这个边中最先 就是边中漏洞 然后随着清理啊 现在漏出边中 有11件 其中有两件是薄中 这一件薄中和这一件薄中 然后还有9件咏中 这个中啊比较厚重 中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 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 部分还有闽纹 现在闽纹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169号墓 规模略小 同样是东西像带斜坡墓道的 甲字形大墓 总长度14.3米 而在墓室的南部 也发现了三个贯通至木底的倒洞 此时不断涌出的地下水 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这个墓葬坡清理难度还蛮大 现在的话 现在这边部位的话 不断地再有水 从这四面正在往这边涌 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然后这个土的话 它是比较粘性 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 浮土的话 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由于两座大墓的发掘进度相当 几乎与此同时 169号墓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变重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M169 果实北部的一个伯中 这个伯中的话上面看到了 这个正在清理的好像是一个三角纹饰 然后这边的话像是一个龙纹 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寿命纹饰 纹饰比较精美 从这个土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 这些伯中的话伯存的还比较完好 从现在看的话带着有一些明纹 这个明纹的话因为 因为有一些铜锈 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个得到后期的话 后期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 除锈的话再看一下 考古人员发现 这两座大墓出土的边中 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曾侯已边中 作为最高级别的礼乐器物之一 曾国出土边中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顶盛 依据历年来曾国考古的成果 随藏边中的墓葬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 这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边中 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这个墓葬除了发现难度的话 然后还有很多疑问 其中疑问之一的话 就是这个钟的话 摆放在果实北部了 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 它那个钟被放到那个东部 或者南部这边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 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 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 有这些问题 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 这边目前位置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 然后急车马器 我们怀疑的话可能是一个旅行墓 但是的话具体的情况下 还有到后期就是整个清理出来 169号墓的边中 为什么没有摆在通常的位置之上 这只是两座大墓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 除了168号墓规模略大外 从整体上来看 他们的形质基本相同 其墓官均置于墓室的中央 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礼器 168号大墓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目前整个找树林人墓地 发现最大的一个带墓道的大墓 这个墓上墓道朝东 那个棺果形式是目前所建造的比较特殊的一个 其中这个棺果它是一个里面的单棺木 但是里面果实里面是存在割的有边香的 这个边香分了成回字形 东边就是头香 我们在头 其中水江的器物分的四个香都有分布 目前是东式藏的是乐器 南式藏的是礼器 然后那个北市藏的是那个兵器和车马器 西市藏的是那个惯喜器 这有在墓室的北乡 发现两个毛 这个毛保存的比较完整 然后壁杆清晰可见 比较罕见 它比较长 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达到三米多 还没清完 被这个奇甲片压住了 168号墓罕见的毛 以及随后清理出的大量车马器 证明了这是一座男性墓 而169号墓 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 似乎也在验证着考古人员此前的推断 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或许是由于此前 毗邻一座小型水库的缘故 枣树林墓地的北侧区域 始终处于保水状态 这种环境为果室内随葬器物的完好保存提供了条件 也使得一些青铜器的颜色看起来有些特别 我们看到的这几件边中 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 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 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 并且保水的环境下 有很多腐质质在使得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 在氧化性条件下 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的锈石 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 表面可能会吸出一层氧化亚通 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或者偏紫的这样的外貌 这也是和同时期那种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 有区别的地方 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 就会有这种发绿啊发蓝啊这样的色调 出乎讨古人员的意料 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 168号墓出土边中的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 之前我们发现的涌中是1 2 3 4 5 6 7 8 9 是10件涌中 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 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涌中 这涌吧你看 已经露出来了 明显就是涌中 那这一件涌中如果下面基础清理中间没有的话就是11件涌中 这里面有刻印藏吗是不是使用器啊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涌中的鱼口一直摸进去这个内壁是摸不到刻印藏的 哦没有刻印藏吗 这一件涌中的清出来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是看不到有刻印错磨的痕迹呢 古人注中以后是需要通过来打磨类壁 或者是来效忍这个音高的 做中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壁做得比较厚一点 壁厚音呢比较是偏低一些 然后它会通过打磨类壁达到它所要的音高 如果一旦挫得太薄 比它想要的音高低的话 那么这口中相当于就是废弃了 就需要重新再制作 所以边中的打磨过程 制作过程是一个调音过程吧 是一个不可力转的 所以我说如果在后期 我们考古专家研究 这一套边中没有打磨痕迹 我是说如果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 没有打磨痕迹 还能达到它要的音准高度的话 那真是太牛了我觉得 尽管反复触摸寻找 却始终没能在泳中的内壁上找到丝毫 调音打磨的痕迹 而泊中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我摸到了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音击 一直到大概这个中的 大成基一还要多的位置 这一边 这边泥土 这边也有一条 博中这个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 很明显 来我来看一下 对吧 哦对 这边明显有凹凸 有凹凸 有调音错模的痕迹 对对对 有调音痕迹 这个就是比这个 比这个泳中要明显一些 很明显的有 而且里面 里面有那个 我们说的音急 按理说 泳中在那个 组合中间应该承担 那个旋律的功能 但是泳中又没有 有调音的痕迹 所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 觉得有点奇怪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曾国的高等级墓葬 或者说曾侯墓葬 大多采用夫妻病学合葬的 埋葬形式 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 规格相当 为一对夫妻墓的可能性极大 尽管所有的迹象 都在指向这个判断 但考古发掘 永远是证据说话 所有的猜想 必须找到实物证据 才能定论 然而直到此时 考古人员 仍然没有发现明文 2019年5月底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 发掘现场 照旧是一片忙碌 此时 湖北隋州异地港墓群 早树林墓地 两座大墓中的诸多谜团 正在逐步破解 考古人员发现 168号墓为男性墓 且位于南侧 169号墓为女性墓 且位于北侧 这符合曾侯夫妇的埋葬规律 然而 发掘工作 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必须找到 能够确认 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这是168号墓 今天开始清理关内 关在果市的正中央 在关的东部和西部 有两个道洞 将关打破 现在正在清理关内的田土 然后发现田土下面有很厚一层猪砂 说明这个墓主人的级别非常高 在以前清理墓葬的过程中 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猪砂 这个猪砂后头 达到特别有1亿密合 猪砂表面有一些 浴气和浴室之内的 散落在猪砂表面 你看猪砂多厚 这一块鱼 在168号墓的关内 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浴室件 是个小浴椿 好漂亮 这是墓叶瓦 在关市中西部 发现了有几块浴气 纹饰比较明显 比较漂亮 在清理的过程中 现在浴气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 露出了大量的猪砂 猪砂很厚 你看猪砂这么厚 这个牧主人的身份 非常高贵 你看这个墓玉的文饰很清晰 很尊人 做工很精细 鱼器在古代 是一种配饰 一种身份的象征 若是身份高贵 它若配在这个鱼器精美 只如说 动了后 牧主人的身份一定很珍贵 基于这两座大墓 与南侧曾侯得墓的位置关系 如果能够发掘出 确定的牧主人的身份信息 不仅会大大声化 对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 也将会在曾国世系的问题上 有所推进 这个是木168的果实的北端 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 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鸽 就是这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 在这个鸽的下面 还有比较多的猪漆的甲片 我们觉得这个遗迹现象 做起来比较复杂 尽管168号目 果实北端的迹象依然复杂 但此时 考古人员通过对边中的持续清理 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经过清洗的边中上 几个鸣纹逐渐清晰 这是什么纹饰 这个纹饰是双龙纹 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 然后这个是伯仲 伯仲上面的纹饰 应该叫统成纹 我们应该叫龙纹 这个边中非常重要 因为它那个边中上面 有一些名文 蕴含了一些牧主人的信息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曾侯宝 曾侯宝 其他的边中上面 也都有这个曾侯宝 三个字的名文 曾侯宝 通过这三个名文 我们可以初步推测 它那个牧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依据边中上的曾侯宝名文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 然而出于审慎的考虑 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 在这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 还能够发现曾侯宝字样的名文 则牧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 11个今天上午 刚刚又清除了那个12个 你看往那边就没有了 我估计目前就剩12个 估计倒走了8个 刚刚20个 20个 因为这个结构 应该和那个曾侯得的是一样 8加8加4的组合 尽管168号墓东侧的边中 已经基本清理到位 但考古人员发现 由于曾侯墓葬总体上来讲 发现的数量并不多 并且每一个墓葬的具体状况各异 对于曾国贵族的这种高等级规格的墓葬 究竟采用什么普遍性意义的藏制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19年5月28日上午 两座大墓之中还有超出以往发掘经验的迹象 考古人员发现 就在168号墓摆放车马器的区域 几件奇怪的器物正在等待辨识 今天清理168号墓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一堆车马器 有绝约 有马弦 有车绘 在这一堆器物里面发现了三件 比较奇怪的器物 这一件 这边有两件 但是是什么用途呢 还不清楚 它这个 它的形状是这样的 你一个圆孔 圆孔里面有那个 木头的腐烂痕迹 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还不清楚 依据出土位置 考古人员猜测 这几件形状特异的器物 或许与车马器有关 但它究竟如何使用 还必须进一步地研究 它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木的正边上靠近果板 然后目前发现三件 看后期还有一部分没发掘完 看这一部分还有没有这样的器物 到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是一个什么样的中途 依据之前的研究 早树林墓地作为曾国的 高等级贵族墓地 其大致应为春秋中晚期时段 而整个墓地的排列 则是由北向南见晚 168号墓 墓主人 具体处于哪个时段 它的身份还能否得到 墓葬内其他器物的佐证呢 168号墓关内 又发掘出大量的玉石 这些保存状况极为完好的玉石 可能存在某种功用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M168的关室 从整体的状况来看 关室的东部已经被一个盗洞 完全打破了 从现在已有的发掘状况来看 虽然东部被扰动了一部分 但是它的关室基本保存状况比较好 但是人骨已经完全朽坏了 已经发现不了人骨 那我们只能从玉器来推断一些 这个关室啊 包括一些牧主身份啊 包括一些这个牧主的头像 这个关室的东部存在着 大量的料珠 这种料珠一般是一种相式 所以说从这种相式的判断来看 我们倾向于牧主的头像 依然在关室的这个牧的东部 然后在关室的西部 我们就可以发现 有一些这样的方形的一些配石 和这样的一些柄形器和配石 一些玉的管状珠 和一些柄形器和一些小的玉节 和这种比较抽象的一些玉鱼 玉鱼一样的东西 仔细观察168号木棺内 清理出来的这些玉事件 其制作工艺相当精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尤其是在关室的这个西北部 发现了一个玉鱼 这种匕首是有饼的 而它的饼已经分离了 相对于这是它的这个饼身和饼峰的位置 而它的后边是有一些应该是带饼的 但是它的饼腐朽之后 导致它的饼首的位置就是散落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两个可以组合成一种完整的玉鱼 这种玉鱼首也是在曾国考虑中的发现比较少的 一般情况下是在关室中 这种匕首的出现一般都象征着这个木竹就是男性 在关室中部的位置 在关室中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四件 的判断 该部位应该是木竹手的部位 再结合其他一些已有的发掘资料来看 这样的组配一般都用在木竹手腕的配饰 所以说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木竹的头像 也是在东边 这件玉鱼配的纹饰一般叫龙吻或者攀赤纹 它的纹饰就一般是这样子的走的 这种攀赤或者智慧形状的纹饰 考古人员初步地判断发现 这些玉饰件应该是成组出现的 而每一组都具有不同的功用 通过这组玉饰的研究 或许可以进一步地获取牧主人的相关信息 复原当年下葬时的状态 现在我们不容易看到是几组组配 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应该会 对关室进行整体打造 放到实验室进行更细致观察 由于两座大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倒扰现象 一些随葬器物的缺失 无疑会对墓葬年代等信息的判定 带来困难 因而墓葬之中尚存的每一件器物 考古人员都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正在清理的这一块地方特别复杂 我们首先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春秋中期的 珍国墓葬里面很少发现有这种卵陵 和那个边陵同时存在的 几乎存在的都是那种边陵单个存在 再早一点的墓葬的话 它会那个卵陵单独存在 这样的话 卵陵和边陵单独存在 这个是很少见的 我们再往这边看的话 就这样呢 看到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个好东西 在古代战场上很有用的 这批东西我们称为那个叫钾片 又叫七甲 这是 所以说这是一套完整的七甲片 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叫甲咒 就是那个战场上带着一个保护 对自身保护的一个甲咒 这个甲片里面还有两个格 这样的一个同时存在 我们看到这一批绿糊糊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厉害了 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 珍国考古春秋中期 发现的唯一的一套 铜甲片 这个也可以说这个 在珍国考古里面 那个春秋中期 这是首次发现这样的铜甲片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长长的这样一个杆子 这样就是一个壁杆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隔的壁杆 这个壁杆的纹底 还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 保存特别清晰 大家看到这样 残的一个痕迹还在 正是因为这一块很复杂 又很重要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 把这一块整体截去套箱 搬到实验室 进行实验室考古 就是更精细的 更精细化的 更科学的操作 期待我们这个 对两套甲 还有一个群甲和甲奏 进行一个复原 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 考古人员认为168号墓 作为曾侯级别的墓葬 如果其随葬器物 符合理智的要求 至少应该是七顶六轨 然而现在 考古人员不得不面对 仅存的这件铜顶 来寻找他们希望找到的信息 一部分在图里面 这不是第一种的 现在只能看到 这下面的垂林纹 这个垂林纹就和那个 垂林博物馆长的 也有这样的一件 它有大的有小的 这不容的 不容的 不容的 下张 可以了 我带着清晨 都一样 都一样 那也是个国外博物馆 这上面还有文色 通过与之前发现的 类似器物的相互印证 168号墓内 仅存的这件铜顶的 形制特征 以及随后发现的名文 都对判定墓主人的身份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在南寺我们发现 这个这样一个顶 因为这个 刚好这个顶的左边和右边 各有一个道洞 所以说这个所谓墓里面 仅存这样一个顶 我们在这个顶里面 发现了有一段命文 是写的是 威邦五月 吉日更新 曾侯宝折其基金 所以说这样一段话的话 就是说明这个墓主人呢 是曾侯宝 这一套器 是曾侯宝做的一套器 就是墓主人身份 和那个边中 一套边中 刚好相对应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 这个墓主人身份 就是曾侯宝 168号墓 这件仅存的铜顶上的名文 再一次佐证了墓主人的身份 接下来 考古人员需要确定的是墓葬的年代 在这个果实的西北角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堆佛 这个佛特别精美 你看这个 在那个一个盖子 这个盖子的话很精美 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一圈纹饰 而且有三个耳 在那个肩部的话 有两周这样的这个纹饰 这两年佛的话 您看和那个楚契里面 那个西川夏世那个佛 已经很相似了 这可以和西川夏世相互对应 它的一个年代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仅剩的 这一套组合 就是一个顶 两个谱 两个轨和这两个佛 来确定这个墓主的年代 大致就是春秋中期早段 还有一个佐证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车位 这个车位又短又粗又壮 所以说这个形子的话 也是春秋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 我们综合判定啊 这个墓主人的身份 就是郑后宝 这个墓葬的年代的话 我们就错不定在这个春秋中期前段 边中 铜顶 车位和否 这些器物所携带的信息 相互印证 便足以确定 墓主人的身份几年代了 考古人员的努力 终于得到了回报 168号墓 几乎所有的基本信息 已经完善 168号 曾侯保墓葬的发现 无疑再一次丰富了 曾国世系的研究 而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 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 自面世的那一天开始 就营绕了诸多的考古谜题 这其中就包括 关于周代 曾与隋 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 关于隋仲米家鼎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更深层的含义 以及曾国与楚国 曾国与西周的关系等等 这些多年来始终没有答案的谜题 一旦破解 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现场似乎到了一个可以阶段性庆祝的时候了 然而此时令考古人员头痛的是 除了仅仅显示出169号墓为女性墓葬外 这座高等级墓葬之中 始终没有出土一见 能够判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